你知道我小時候 被我爸媽丟包過 真的被丟包過 那時候國小 他們去台南作秀 我就跟著去 我那時候放手 我就去了 去了 他們去打牌 我想說 我在跟他小孩玩了玩了 睡著了 我爸媽走了 把我忘了 忘在那邊了 席小孩來 沒關係 沒有沒有 他們昨天 他們已經開回台北了 然後說 開回台北了 已經開回台北才發現 我還在那邊 我還在他們家 我會記得 我現在都還記得 很清楚了 你真的沒有得仇 所以你在那邊注意 沒有 昨天 然後隔一天 他們說沒關係 翔璇不要怕 他們說好 誰帶著你呢 就是他的 他 歐嚕叔叔 那個叔叔叫歐嚕叔叔 是他們一個朋友的 家裡 台南 我就在那邊住了一天 好 他們隔天再回來打牌 又再打 又忘了 又忘了 忘記 我沒有遺憾你嗎 他們過了大概一個小時 再開回來 又開回來 然後說 我還在這兒啊 全全他們就想把你送給大家 他就是想把你送走 你這個 他就是一系的你兩隻 沒有 他是 一千然後隔天 他們又忘了 又忘了 而且他回去不是為著接你 是為著打麻籤 對 對 可能他們 我沒有知道 不知道是會贏 你真的不要怪你爸媽 因為有時候小孩 多了以後真的會有這樣的問題 你會嗎 你會嗎 因為家第一台第二台 都沒有發生這樣的問題 可是其實就在沒多久前 就是我帶了三個小孩 出去朋友家 然後但走的時候 大寶二寶 其實我都帶了 然後到門口的時候 要穿鞋子嘛 那你就小孩在提籃裡嘛 最小的那個放提籃放著 媽媽穿完鞋 所以牽著大寶二寶我就上車了 我就走了 然後上車以後 後來就接到電話 我想說我們人才剛走 為什麼電話來了 說那個你們家 真的嗎 不習慣 真的